第1232章 隐藏实力的叶熙文 很快,叶熙文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叶少的一些情况, 叶少原本在外面也是一个声名卓著的叶家天才, 但是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样的罪孽, 才被关押到执法天狱之中, 但是进来之后,叶少并没有收心脸性, 相反的,还到处袭杀那些叶家的天才, 因为只有他们身上拥有足够的灵精, 那些原本就在这执法天狱之中的那些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灵精可言, 也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 再多杀也没什么用处, 这才短短进来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 就有很多叶家的天才陨落在他的手上, 而他的修为也在这种杀戮之中不断爆棚, 现在更是流窜到了附近, 原本叶千鹤是打算先派人定住, 然后伺机将他抓住杀死, 虽然叶少在外面仅仅只是被判处关入执法天狱之中, 但是他在里面再度屠戮叶家子弟, 这就已经构成死罪了,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将他抓住, 然后将他杀死, 只是没有想到, 他派去的那个人竟然被他发现, 然后杀死了, 现在更是将身上锁的东西都掠夺走了, 将人头送了一回来, 这是挑衅, 对叶千鹤的赤裸裸的挑衅, 叶西文嘴角微微一挑, 这个叶少非常有意思啊, 竟然敢在这种地方挑衅叶千鹤这样的叶家佼佼者, 虽然他还不敢冲进城里, 但是对于叶千鹤来说, 这也没什么分别了, 正好也要剿灭这种作恶多端的家伙, 也有家族贡献点可以拿, 何乐而不为, 到时候我会亲自动手绞杀他, 你们帮我压阵, 等到人到齐之后, 叶千鹤对着众人说道, 嗯, 众人纷纷点头, 他们显然也都知道叶少的凶残, 要说起实力, 叶风鱼在他们之中就已经属于非常强横的了, 基本上除了镇守叶千鹤之外, 能够稳稳压过他一头的人并不是很多, 无非就那么三两个罢了, 连他都最后惨死, 连人头都被人送了回来, 就可见叶少实力强横, 而且最重要的是, 手段凶残, 无所不用其极, 嗯, 那么我们走吧, 叶千鹤点点头, 等到将这个畜生逮住杀掉, 我们都会有大量的家族贡献点, 可以让我们在这里面修炼的更长一些的时间, 叶千鹤说完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直接带着这一行十几个叶家子弟统统往城外赶去, 叶家子弟的集体出动很快就引得了整个城内各大势力的关注, 作为这个城池的名义上的统治者, 叶家的威慑力还是非常大的, 叶家的一举一动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一个风向标, 叶家这么大张旗鼓的跑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好像是那个叶家的叛徒叶少出现在了这里了, 那个叶峰宇奉命去监视, 结果这可好, 连他的性命都丢掉了, 听说引起了叶千鹤的震怒, 这叶千鹤坐镇本城以来, 可以说是雷霆手段, 许多心怀不轨的人都栽在了他的手上, 这下可好了, 和那个叶少要对上了那个叶少听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不然的话也不能连续闯出这么多的名头了, 这是他们叶家内部的狗咬狗, 根本就没有必要多做关注, 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想理会这些叶家的人是在干什么, 因为叶家虽然对执法天狱实施铁血统治,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在管的, 只要不是涉及到叶家的事情, 他们一般是不会轻易插手的, 如果有人猎杀叶家的子弟, 那么会遭到叶家的权力报复, 但是相反的, 如果他们只是自相残杀, 那不会有人管他们的, 在叶家看来, 叶家子弟猎杀他们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于有些人来说, 要获得零精零食并不一定要猎杀叶家子弟, 可以选择猎杀叶家子弟的那些人, 这样可以获得零精, 同样的不会被叶家的人报复, 但是也有一些本来就对叶家非常仇恨的人, 看到叶家大部队出动之后, 双眸中闪动着阴谋诡计的光芒, 像是在算计着什么, 叶熙文跟着叶千鹤等人一路出了城池, 往城外赶去, 就是往叶风雨惨死的地方赶去, 他们有特殊的办法能够确认出到底是死在哪里的, 然后再继续寻找其他的线索, 以确定叶少的位置, 原本很多人对于叶千鹤为什么要带上叶熙文, 还有些疑惑, 区区法相境四重天, 在整个执法天狱来说, 可能刚刚能够自保而已, 还得是运气好点没有碰到太厉害的高手, 带上他根本没有什么用, 还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候, 成为一个巨大的累赘, 但是随后他们就发现, 叶熙文的境界虽然不高, 但是实际上速度非常之快, 无论他们怎么加速, 叶熙文都能够轻松跟上, 这个时候心里就舒服得多了, 对于实力高强的人, 他们也会选择心存敬意, 这个时候叶千鹤才开口说道, 你们这下知道叶熙文的厉害了吧, 你们可不要小看他的境界, 他虽然仅仅只是法相境四重天, 但是可是外界的比斗大会的冠军, 代表我们执法堂获得的冠军, 可是连堂主都看重的人, 你这下懂了吧? 众人微微有些愕然, 没想到叶熙文的来头竟然如此了得, 虽然他们常年混迹在叶家执法天狱之中,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对外界一无所知的, 尤其是家族祭族大典上的比斗大会还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也曾经参与过这样的比斗, 也获得过一些名次, 自然很清楚, 这样的比斗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 尤其是还能够获得其中的冠军, 这是一个前途无量到他们都不敢想象的人物, 如果是刚才叶千赫这么说的话, 那么他们或许还会觉得现在的叶家祭族大典的含金量已经降低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一个区区法相境四重天的武者居然就能夺冠, 这也差太多了吧, 但是刚才叶熙文展现出了自己非凡的速度, 虽然不曾展现出其他的东西, 但是已经足够让他们都明白, 这叶熙文不简单, 他还没有展现出全部的实力, 但是显然远远不只是法相境四重天这样的境界罢了,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最后夺冠, 他们是不知道, 这一次的竞争对手之中, 居然还有神之子这样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不然的话, 恐怕还要惊讶了, 一路无话, 他们很快就已经赶到了城外叶峰宇被斩杀的地方, 那里还残留着鲜血, 叶峰宇的无头尸体已经被当地异兽啃食殆尽, 连骨头都没有剩下来, 只剩下一些剩下碎渣才能让人辨别出来, 这里曾经有一具尸体, 该死, 叶千鹤虎目含泪, 怒火中烧说道, 叶烧, 该死的畜生, 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哈哈, 叶千鹤, 不用你追杀到天涯海角, 现在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这个时候, 一声张狂的笑声, 从虚空之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一道恐怖的大手印, 从虚空之中拍落了下来, 要生生将十几人都给拍死, 轰, 众人纷纷躲开, 那一只大手在地上派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深不见底, 威力大的恐怖绝伦, 难以想象, 谁, 叶千鹤抱贺一声, 一对虎目扫视四周, 将之要看穿虚空一般, 这个时候, 虚空之中出现了一道身影, 却见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年轻男子, 脸色雪白的微微有些病态, 双眸呈现灰黑色, 异常的诡异, 这个时候, 看向众人的目光满是邪义的神情, 异常的诡异, 叶少, 叶千鹤一口倒破了这个人的身份, 嘿嘿, 叶千鹤, 说起来, 我还应该叫你一声前辈呢, 叶少黑黑一笑说道, 可惜啊, 你竟然要来追杀我, 真是太让我心寒了, 你做的什么事情,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简直人人得而诸之, 叶千鹤板着脸说道, 现在竟然还有脸自称我的后辈, 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将你判处死刑, 但是既然今天你落到了我的手上, 那么就肯定是死路一条了, 叶西文看了看四周, 这叶少居然敢留在案发现场, 这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 难怪叶千鹤形容这家伙的时候, 是用的狗胆包天来形容, 以前想必也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吧, 你的胆子很大啊, 叶千鹤冷冷地说道, 明知道我们会追查过来, 居然还敢在这里等着, 真是找死, 当然了, 我的胆子能不大吗? 哈哈哈哈, 叶少杰杰怪笑一声说道, 叶千鹤,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 不该如此的, 现在看起来, 我还是高看你了, 你压根就是一个蠢货, 那些人蠢才死多少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那些人根本就是无能, 低能, 白白浪费了家族的资源, 如果是我得到了这些, 早就一飞冲天, 从此成龙成凤了, 说到底还是家族太腐朽了, 太多无能的人占据了太多的资源了, 就像你一样, 也是一个蠢货, 我敢留在这里, 难道就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 感谢观看,